长期坐办公室的人 就是时间长了老在那儿坐 然后眼睛盯着电脑看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脂肪堆积 尤其是堆积在局部 就是臀部啊腹部啊这些位置 那么针对这个办公室的这种久坐的人群呢 其实最好的运动方式 如果没有膝关节本身的问题的话 就是膝关节本身有炎症啊有磨损的话 这个下蹲啊深蹲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经常的深蹲的话 因为它深蹲以后 它通过这个腹部和这个膝关节 然后膝关节和臀部 它有一个接触 它局部的这些血液循环呢 会刺激这个肺部和这个心脏的 它这个循环啊 对心神代谢 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 这个气血的经络的这个流通 是有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啊 同时呢做一些 在办公室做一些舒展的运动 比如说扩心运动啊 扩心运动 还有就是这个 呃 抚 抚养运动啊 扩养运动 抚养运动 同时相应的做一些保健操 眼保健操啊 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科 有一些降糖槽 降糖槽在降糖的同时呢 也达到了一些 就是减重啊 这一些效果 要注意到手机前面的 要注意到手机前方的 这个 spur搭灌 好像在肉员上 要注意到手机前方的 想让它继续 而不注意到脚 像我一样的